客厅15步装 1.客厅不要铺木地板 保养麻烦 下天高 就随便弄铺 又环保又升纤 视觉更有延伸感 建议选柔光砖 观感柔和还有质感 还好打理 2.电路不装横平竖直 就点对点不现 升纤还更好维修 3.不装门槛时和推拉门 影响客厅空间感 随便通铺到阳台 空间显得更加的整体 协调统一 4.不装不打线 让客厅看起来会很杂乱 关键的还很论钱 就此转通铺 更大气 5.不装隐藏式踢脚线 墙面开槽有隐患 事工还要多加钱 成本高 风险大 而且选择这种金属踢脚线 既有隐藏效果 又能解决藏汇的问题 还显得整体装修更加的高级 6.不装复杂电视墙 浪費钱不实用 很容易过时 不如简单刷个主胶漆 侧面做个商榨柜 省下的钱 装个大投影 7.墙面不贴壁尺 没几年就会翘边 难打理 还容易褪色 就简单刷到乳胶漆 环保便宜还好看 8.不装藏光的吊顶 使用率不高 一锅时 就简单做个双眼皮吊顶 省钱 简单 耐看 不藏灰 9.不装开放 是储物贵 非常容易积灰 而是做成最终 既好看 又好搭理卫生 10.不装历史空调 很降空间 预算充足做中央空调 预券不足 做隐藏式挂机 11.不装老马赶窗帘 赶得个外露不美观 不好拉 还偷光 就做窗帘盒 装回到窗帘 效果才好 如果想安 电动窗帘 记得又有电源 12.不选R型沙发 非常笨重 显得亏枪非常小 就选这台沙发 搭配单一更时尚 更高级 还显空间更大 13.不要装水晶吊灯 或者是煎微灯 好看是好看 太难打理了 就装检验线条灯 想要大事视觉更开货 就做成无堵工设计 14.不要做成品电视柜 费钱卫生还不好搞 可以做成玄宫电视柜 更方便使记忆人 打扫卫生 15.不要买太大的茶几 不仅占地方 而且收纳空间也不多 就选个小茶几 客厅更显大 而且可以随便移动 更方便 对于装修 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你觉得我说对 你就点赞收藏 不对就评论区交流 我是洛伊 关注洛伊 让你省天不才刚 我们下期见